警方截至上个月底 就犯修例示威接驳超过1400宗投诉 主要涉及警员行为不当和疏忽职守 至于早前推出的行动符号 警方说上个月底 已经向所有处理大型示威活动的警员 分发合共14000张识别卡 一卫尔报道 警方在监警会公开会议 交代佩戴行动符号的问题 说上个月27号起 已经向所有处理大型示威活动的警员 分发14000张行动符号识别卡 公众有时会同过来说 好像看到有些没带的 特别战术小队的同事 因为他的制服本身 战术背心是放不到符号的卡 所以在他头盔的背后 其实都有同样的行动符号 其实每人加派一件薄的背心就可以了 很感谢你的见语 但我想这个是涉及了他们的衣服 配合了他们不同的装备 警方投诉警察过截事上星期五 就犯修例冲突接到1404宗投诉 有500宗属于衰回报投诉 当中超过240宗涉及警员行为不当 196宗涉及疏忽职守 其余指控包括呕打、恐吓和滥用职权等 跟日子分类的话 收到最多投诉的是7月21号 有54宗衰回报投诉 包括打999没有人听警员态度差等 至于监警会就反修例事件的报告 主席梁定邦重申 国际专家小组只是暂时退场 会在适当时间再邀请他们参与 国际定邦同意是时候要检视 但要交给社会和政府决定 他作为主席不方便评论 有线电视记者一卫尔报道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